HELLO 大家好,今次就想說一下Pokemon的事業戰略發表會,究竟發表了些什麼 影片內容,即是這個發表會的長度不算太長,但是30分鐘左右 30分鐘究竟說了些什麼都想說一說 打頭陣一開始就是講Pokemon Center Pokemon Center就是買一些周邊產品或者公仔給粉絲 他就會在新加坡的機場建一個Pokemon Center 還有一個就是在日本,日本有一個以超夢夢為主題的Pokemon Center 都會在未來上興建 這個只是一個一開始的小情報,前菜 最重要的東西就來了,第二樣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 他在Switch上將會有一個叫Pokemon Home的一個功能 這個就像跟Pokemon Band一樣的玩法,我估計 因為他的圖片就看得到Pokemon 3DS那些 Pokemon Let's Go、Pokemon Go都可以傳入這個Home 再由這個Home就會傳到Pokemon劍和盾 大家都可以留意到Pokemon Home的圖片 那些箭咀,箭咀我覺得也挺反映到這個功能 那個範圍有多廣,或者範圍如何用法 你會看到Pokemon Go、VDS和Pokemon Let's Go 都是全都Home的,沒有箭咀回去 但是劍盾有箭咀可以回去 換言之Pokemon劍和盾都可以接收或者發送 但是Pokemon Go、Let's Go、VDS那些就只可以傳到Home 大家都可以看到箭咀的分別 這個就是其中我覺得比較特別的一樣消息、情報等等 而第二樣我覺得不算太特別 因為我自己都未了解到的 就是Pokemon Sleep 詳細的話我就不多 因為我自己真的不熟 因為都不太聽得懂他講些什麼 這個Pokemon Sleep 顧名思義就是跟這個睡眠有關 它就跟Pokemon Go有一個小互動 嗯...對,一個小互動 你就可以將Pokemon Go... 我只是估計而已 Pokemon Go的精靈可以傳到Pokemon Sleep 這個Sleep就有一個周邊產品 叫做Pokemon Go Plus 它就用那個產品就可以傳入裝置 然後一起睡覺 然後可能醒的時候就會有一些節奏、音樂 好像鬧鐘等等的設計 大概而已 因為我都很估計 這些是純粹估計 沒錯 而比較重要一點就來了 嗯... 在今年就會出一個叫Pokemon Master的遊戲 這個Pokemon Master就是手機遊戲 你看到那個封面圖都蠻吸引的 我覺得蠻吸引的 我們先看看畫面 一開始就會看到一堆主人工 可能有小茂 然後有希羅娜 然後有小霞 小霞我覺得蠻漂亮的 但是都是以這個新的畫風 沒錯 而你會看到它是三打三的回合制 我不知道它是一個人控三個人 還是三個都是不同的人 技能方面都很華麗 這個畫面都算很華麗 我自己都比較喜歡玩類似這些回合制 大家都知道我多喜歡玩回合制 所以這隻我想到時都會玩 但是... 可能這個就沒有Pokemon 這個... 就是... 原版那麼多一些變化 即是原版就是四招技能 然後又有特性 又有各方面性格等等 但這隻我想應該都不會太多 還有鑑魚是手機遊戲 始終一定會有課金制度 我想是 不過到時它會怎樣呈現出來呢 就是到時再想 有機會都是抽蛋 或者是... 媒體力 還有的就是可能是... 對,我想抽應該是很大的機會 但到時會怎樣 真的要看回這個遊戲的發展 而且我也蠻期待這個遊戲的 因為... 是... 是不是第一隻呢? 第一隻是有這些回合制的Pokemon 類似Pokemon的... 原版的一些戰鬥風格 沒錯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次公佈 其實還有一些細微的東西 所以我也不多說了 或者說一點點 對,說一點點 那就是Pokemon的襲衫 大家之前都有提過 如果有看我的直播 我都有提過的 它就是Pokemon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T-shirt出來 襲衫 雖然說襲 但是它是... 襲衫 對 而另外還有一些就是... 在中國就會出一隻Pokemon的探險 類似那隻格仔的Pokemon 對 我覺得這些其實沒有什麼大特別 所以就不特別多說了 沒錯 而另外最特別 這次的發佈最特別應該就是... Pokemon Home 這個... 新的Switch的功能 它都立刻考慮到這件事 我覺得都不錯 因為... 始終我記得VDS 當時都沒有這麼... VDS Band 這個都... 隔了一段時間才出 沒有這麼快 它想到這麼周長 或者這麼快 就想到這件事 我覺得都... 都... 可以說是不錯的 應該要讚一下 對 而另外那些就不算太特別 對 重要的就是Pokemon Home 和Pokemon Master 這兩個的... 情報 好像不是很關我的事 類似Center那裡在新加坡設廠 其實都... 與我無緣 與我無緣 沒錯 這次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 直播的時候 下次在6月5日 將會有Pokemon的劍盾直播 我到時都會直播 好像在晚上10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